愛姐 愛姐 救我 是一首 雖然有一點點對愛情 經歷過了很多次 然後好像有一點沒信心了 可是 又覺得遇到了這個新的對象 好像 有這個可能 有點 不是很有信心 你在講什麼啊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呢 就是說 還是不要說了 把時間留給那個 女子的刮造團 還是我不要再talking了 好像講得很糟 不過接下來選的這一首歌 是我特別為春浪準備的一首歌 因為我覺得每次大家 我從那個 一路從屏東開過來 墾丁大街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辣妹 然後看到海灘上 大家在曬太陽 衝浪 就是很愜意很舒服 甚至晚上會有一些電音的party 然後大家玩得很開心 就覺得 喔 大家都來這邊循環找樂子 就想到 會不會在這裡面有些人 其實 除了要找樂子之外 他是 有一點孤獨的 所以才 特別 聚在這邊 因為不是說 呃 孤獨的狂歡 是一個人的孤單 孤單 是一群人的狂歡 是一群人的孤單 狂歡 是一群人的孤單 你們負擔嗎 你們負擔嗎 負擔 負擔 因為有好的音樂嗎 因為有好的朋友嗎 但是我相信總是會有人需要有人陪伴 然後偶爾我們失戀的時候需要有朋友 讓我們不要一直深陷在那個思念 跟就是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我會被甩的這種折磨裡面 然後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以為自己可以平復了 可是 卻 還是 有那種 一絲絲的希望 好像 可不可以在某一個曾經熟悉的街角 碰到 曾經的那個人 看看他現在好不好 前一陣子看到一個電影 你就覺得這個劇情演得 就是很 貼切 讓我想到了這首歌也讓我想到了 或許在這麼多熱鬧的人群裡面 也有一些需要被安慰的人 那接下來這首歌 就獻給這些 有一點孤獨有一點孤單 需要被安慰的人